从人类邂逅火的那一刻开始 食物就开启了一段最漫长 也最浪漫的探险 烧烤作为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之一 启蒙了文明 也启蒙了我们味蕾的探索 时至今日 我们纯熟地用着这一个最原始的烹饪方式 创造出了一道又一道的美食 并用最绚烂夺目的花俏技巧 和冠冕堂皇的名目 无限上纲食物 但我们是否还记得 食物最原始的意义 我们又是否忘了生命中 最美好的本质 在器具溃乏的远古时代 火是一头不可控的变形赤兽 它带光且炙热 高深莫测且不可泄完 但人类的祖先 在反复接触火的经验里发现 当食物经过这一头赤兽的拒绝后 会变得异常美味 也就是这一刻开始 火和食物有了最原始的地址 从此敲开高温制烤的大门 炭烤过的东西 它比较容易把鲜味因子 肉类里面的或是食材里面的鲜味因子 提出来 然后红木炭是因为红木里面 它存有的丹宁特别多 所以它烤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味道也烤进肉里面 然后变成它就有很独特的一个味道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 不只特别喜欢 应该是说很多马来西亚人 从小都有着一个记忆 因为我们就吃街边的那种 红木炭烤的沙特长大的 这是最具烟火寄细的美食料理 烤炉中炭火篡动交织 做起食材与火的交响乐 在赤红炙热的欢腾中 庆贺并淬炼出食物的灵魂 烤烤的烟熏香气 从视觉嗅觉到味觉 是其他料理无法不知的迷人风味 所谓人间烟火最美如斯 我对烤烤追求 一定要用碳来烤 因为我爸爸本身就是卖沙特的 所以我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接手他的生意 所以但是我本身一直以来 他都很喜欢亲手自己 去用碳来烤任何不同的食物 喜欢那个碳烤出来的那个香味 那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也是要退休了 然后他想把这个 recipe 卖掉 那我就说那留给我 让我来做 所以就开始把 对于烤烤的热爱变成我工作 火炊炼食物的灵魂 食物延续生命的同时 也催炼生命的本质 人类进食的目的 从维持生命进化至享受生活 如此的进程看似无可厚非 但却难以掩饰人类在追求 口腹世约的迷途不知返 当欲望凌驾于需求 生活就不再纯粹了 所以一份纯粹的美好 一股纯粹的追求 在这五光十色的霓虹时代 弥足珍贵 也不是奔着去钻大钱的房子 也不是用那个形式去运行 所以真正我要运行这一个生意 或者是我这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的目的是为了要体验生活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过后的策划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有探考 然后过后才再加入钢琴 因为一个是动一个是静的 然后这两个结合了 钢琴是会产生一个特别的物质 然后一个特别的效果 烧烤并不只是单纯 把食物烤熟的过程 烧烤师必须挑选好食材的品质 精准掌控火事和时间的分寸 才能引出食材滋味 食材与火接触的时间 距离位置 面积和火事变化 都会影响制烤的成果 因此控火是烧烤中至关重要的学问 是烧烤师反复试炼后累积的经验 你不能急 你不像煤气炉 你转一转一个小小的钮还是怎么样 你就可以提 去控制它的火候还是怎么样 你必须要顺着它的火来去烤你的食物 而且整个炉里面 它的火不是一温的 它不是平均的 你必须要根据哪一边的火旺 哪一边的火销 然后去知道你的食材 这个时候需要的火是大火小火 还是它完全不需要火 纯粹只是需要一个辐射热 然后去给它rest 然后去把它调至它最完美的那一个感觉 那是一种料理人与烈火的对决 掌控火候并从对决中 引下一盘风味十足的烤肉 是无便的追求 在火的面前 所有浮华的装饰都显得多余 香气滋味口感质地 能否撩人动人设人自见成章 在市面上烤肉有好几个地方不同 韩式烤肉 认识烤肉 中国烤肉 甚至一些中东 或者是西方的烤肉 如果说南洋风跟皮亚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在处理肉的时候 还没有烤之前 我们都一定会以香料 而且是原产地的香料 甚至现在可能会更多是夸育的香料 然后去腌制它 让肉我至少在24小时 最少24小时的情况下 把香料的味道融合进去里面 再去烤出来 如果说火至于烧烤 是最核心的驱动因素 是促成烧烤最直接的因素 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那么火至于烧烤 至于人 也许可以被理解为 一种反普归正的提醒 我们透过用火制烤食物的时候 和远古时候的祖先 在跳跃的火星中对望 生活的本质 其实一直都很像 只是那时候我会觉得 那比较传统的房子 给予我的自由度太少了 我没办法好地去享受 我创业带来的这一个乐趣开心 或者是去经历更多 体验更多不同的 这个世界的面向 所以过后我依然的放弃 这个传统的方式 转向完全是不固定时间 也不固定地方来 也不固定产牌的游牧方式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会更巨大化 我能够体验这个生活 跟这个世界的方式 但是又不会饿死的 当生命追求的本质 远离城市的束缚和侵扰 坐落在安稳踏实的温饱 那是一朵纯真的火焰 通过原始的烹饪方法 炼化出岁月静耗 也是余境中 如雪花洁白的片片碳灰 不负生命炙热火锅的证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